再过一横河沙阿森比捷,进入第二横河沙等阿森比捷时。 再次东方,去自二横河沙等佛沙有世界名叫日律。 你将在那世界里成就辅慰。 好,法自在通王胡来。 隐功,正面之,明星族,善士,世间解,无上士,条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十德俱足。 世尊,为虚空日光明菩萨,说出一段祭祖。 善男子惊奇,善哉自挑育。 以纯殊大悲于一切众生, 度多令乱谷,毕竟驻彼岸。 智慧善分别令道无上道。 智慧善分别令道无上道。 智慧善分别令道无上道明于你难道无上道。 自练继续听佛沙的奖经说法。 宝海繁殖 又如是劝慰七房子善斃 为了一切苍生 请发愿求证 无上正等正觉吧 王子顶礼佛祖之后说道 世尊 我的愿望 也是不愿去社区 不进世界 成就佛位 愿我未来成就的佛世界里 没有地狱 畜生 恶鬼 女人 及其名字 这里的众生 也无需经过台生 至于熏迷珠山 大小铁围 山林 堆附 石沙 金吉 恶风 树木 丛林 大海 江 河 河 日 月 月 咒 夜 暗 明 臭处等等 诸多慧恶 在这世界里 连这样的名词都没有 更何况是食物 闻所未闻 那世界里的众生 无有便利 剔脱无垢 身心都感受不到苦恼之事 那世界的大地全是玛瑙铺铺铸 没有尘土 一切金屋都是无量无便的珍宝造就 那里的大地也不长草 只有美好微妙的曼陀罗画和种种宝树来点缀大地 那宝树地下 有上等的宝盖 宝衣 花蛮 珠宝 妙香等等珍惜宝物 和各种音乐来装扮装业 那世界之中没有昼夜之分 只能够从花开花河来判断 那世界的菩萨 都是从金花中自然化生的 那世界的菩萨 都是从金花中自然化生的 那世界的菩萨 都是从金花中自然化生的 而出生就得到种种庄严三昧 以三昧胜利 就可以看到十方如非成树等诸佛世界的现在诸佛 因此三昧胜利 因此三昧胜利 现在诸佛讲经书法的音声 也知想自己乃至于其他众生过去世中 发生在无量阿僧底节之前的所有事情 能够看到西方诸佛世界的种种庄严 能够在一面之间得知如意佛世界微成等数的 世界众生的起心动面 每天清晨 微风四起 柔软清净 风中带来的微妙香气 和随风飞扬的花瓣 庄点的整个世界十分庄严 在这微风的吹拂下 菩萨们 从禅定状态中出来 能在一面之间 到十方无量不变的佛世界中 供养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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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法医方面 有什么遗过 我就会及时出现在面前 为他们世道解惑 所有的菩萨都身解无我 无我所知义去 就算让他们舍弃生命 也不会在沉浮路上 有丝毫退转之心 愿我未来成就的世界里 没有丝毫不善 也无从知道 这世上还有不善之命 也没有受戒破戒这回事 也不存在 诡计 忏悔 惭愧 这类的说法 一切众生的身体 都具备三十二象 身体力大无穷 好比金刚家族的金刚历史一般 在成就佛位之前 他们任何一任 都不会发生 六根残缺不全这种事情的 所有的众生 一出生 就虚发自落 家伤自然而然 穿在身上 得到善分别三美 一直到成佛的过程中 也不会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